字幕提供 歡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拜國怕旗 欸為什麼已經把我tag進 太近 NO MERCY 為什麼已經把我tag進鏡頭了 好那個 有沒有辦法近距離然後tag到我們兩個 可以嗎 那現在先講一下那個這幾個遲到的 的原因是什麼 先講你自己好了 怎麼那麼晚才來 因為今天真的蠻塞的 因為我 我過來都花了十五二十分鐘 你不是很近嗎 我很近啊 可是他 每個紅綠燈都是他要塞一輪啊 因為其實這個麥卡貝這周邊其實算是交通要到 然後因為我是從 我是五點半在內湖下班 然後還要先回家 把摩托車騎回家 然後開車過來 因為內湖到永和如果騎車 那這邊還要找停車位 就是還要走過來啦 這個意思啊 因為我們停車 我們不像某些比較大牌的他們可以停樓下 我們都是停車場 停車場 你們都停在那個公園那邊嗎 公園那邊走過來又要一段時間 所以請大家多體諒 從內湖到永和真的是蠻遠的 大概就是 接近大概你從 從這邊到林口那種去 差不多差不多 直徑20公里啊 至於其他人因為基隆東跟那個 葉子的話 葉子可能是比較晚出門 葉子他都是最晚的 我知道我以前跟他每次唱節目 可是你跟他合作有那麼多次嗎 五六次也有了 有那麼多 他基本上也都是 就是最後的臨門一角的時候才看到他 這個人的壞習慣到哪邊都不會改 可是上一次提醒如果有事先跟他講說要提早來 他是會提早來的 要不然如果沒有什麼特別的他就是 然後基隆東 因為他 基隆東顧名思義就是他真的要從基隆過來 他也是開車一組的 我之前有問他 因為他做房仲 因為他做房仲一定是開車 一定是開車要不然他沒有辦法顧到他的客戶 因為他的業務範圍其實蠻廣的 雖然說他住基隆上面也在基隆 可是他可能會接到台北市 最多的 你要做房子的業務你一定是要做到那個 你不可能只做基隆 基隆的地方 說實在房子也不好做 然後可是我們的職業選手呢 現在進來啦 因為他這傢伙要坐高鐵更麻煩 他要從台中上來 RB你先坐中間好了 他請我坐旁邊 真的嗎 等基隆東來你再坐過去好了 因為現在人要坐在一起比較好take鏡頭 就請大家多包涵啦 那講到這個先恭喜我們那個同聲 為什麼每次都恭喜我啊 沒有因為你上禮拜五算第一次把節目 你的電台不是每次啊 每次上來都有事情可以恭喜你 又來一個 葉子坐這邊 超塞超塞 你不是坐捷運嗎 捷運你跟我講塞車我 因為塞別人塞別人 塞別人就對了 這個不要亂講話啊 小心 今天 今天我必須跟 我這邊 先跟那個 幫我們控制 聊天室的大麥克說 今天聊天室一定會很亂啊 但是我就 原因我就不多說 因為這個並不是我們節目範圍裡面 必須要講的事情 但是今天一定會很亂 所以 知知者知知 不知者我不知齁 那大麥克你就不要客氣齁 我相信 如果是FilePile是那個 重視粉絲 一定是 尊重友善包吼 你是不是又做了什麼 不是不是 你一定做了什麼 你不知道你就是萬惡的根源嗎 就是你 又是我 沒有啦其實 其實不是他 其實不是他 嚴格要講起來跟你比較有關係 跟我關係喔 是我剛剛在看那篇文章 喔是你剛剛那個嗎 我可以繼續把它看完嗎 我還沒有看完 你還沒有看完是不是 有人一頭霧水啊 可是這個東西太八卦了 這個在節目上面不能講 我知道 這個你今天電台的時候 搞不好就可以講 不是我們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 我們這個 我們這種算是 綜藝圈啦 就是綜藝圈 我們已經變成綜藝圈了 我們這個綜藝圈 電競已經跟我們無關了 綜藝圈這一方面 這個交友還是要比較省深一點 是是 交友還是要省深一點 阿B應該完全不知道 你應該完全不知道 好沒關係 不知道沒關係 那今天 金龍東應該會大概晚個十幾二十分鐘 那 欸阿腳本 對啊 我們節目還是 流程還是要正常進行一下 那 第一個呢 其實要講的就是 因為我們上禮拜 有提到就是說 那個 我們RB 那個 得到那個 年底卡普風杯的資格 這個我要一直講 這個我要講到年底 講到打環為止 對啊 講到年底 那個比賽第一場 輸掉為止 不會啊 我不會輸啊 我跟你講 年底我就是打MOMOCHI 對 小校那個卡普就輸MOMOCHI 我叫他怎麼打 我先跟大家解釋一下說 為什麼 已經確定說是MOMOCHI了 那 因為MOMOCHI是去年的 冠軍 總冠軍 那所以他 今年其實就已經有種子資格 所以他是第一種子 那 阿B因為是 不是啦 我要解釋一下 他只是有 有資格而已 但是今年的 還是要依照分數來排 所以他因為積分第一的關係 因為MOMOCHI拿EVO冠軍 他的分數是四倍 所以 拿冠軍一千多分 想要不拿第一都很難 對啊 就是以積分來說 一次就是爬一千分上去 這樣子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那個EVO 就是一年一度在美國 舉辦最大的 格鬥遊戲比賽 我有去參加 我有去參加 然後我在那邊賭博 賭得蠻開心 因為舉辦的地方 在拉斯美加 大家在那邊拉巴拉的很開心 那 所以 MOMOCHI會拿到第一名 是因為他積分的關係 並不是因為他是缺分的關係 缺分只是給他一個資格 就是類似一個獎杯 在那邊的意思而已 那 實際上你的最後年底決賽排位 還是要看分數排 喔 了解 所以 那幾乎可以確定說你的對手已經是他了 對不對 有一個很大的變數就是Dreamhack 我非常害怕 為什麼 就是因為Dreamhack 現在積分已經關閉了 那Dreamhack 是屬於一個保障名額 那萬一 有人 是0分拿到 不會0分 因為 你要嘛就是最少要第四名 你的就是128 對對對 Premium 是 沒有現在已經沒有積分了 對 所以他有可能是0分 對 被一個比我低分的人 直接拿到名額的話 他補上去的話 我就變成31 我的排位置變成31 你再打第二名 我就打第二名 可是第二名我覺得比第一名還難倒 對對對 因為第二名是那個韓國選手 銀佛崔璇 銀佛崔璇 那 銀佛崔璇難對付的原因第一個就是 當然他玩家本身肌量很高 第二個就是他的 角色值 寬 多 口袋很深 對 深不見底 跟統神一樣 就好像遇到Faker的那種感覺 真的 真的是 雖然說我們是一門是可以的 可是我覺得我們今天節目 反正今天還在閒聊當中 我一直在想說 我們還是要 因為我覺得我們每次都 我們幾個大男人在聊這種格鬥戲 我們一直要問葉子 就是說 你覺得 對 對 對 你覺得啦 你覺得啦 我們這間格鬥遊戲 玩格鬥遊戲的男人 是不是 manman 你比較喜歡玩Low的 還是比較喜歡格鬥遊戲的 哈哈哈哈 沒有 沒有什麼意思啊 講坦白話 如果這樣看一下的話 玩格鬥遊戲也比較好 喔 玩Low的 因為他們比較講求那種 格鬥遊戲一個人就可以玩了嘛 對不對 團隊遊戲就是要很多人一起玩嘛 團隊遊戲輸了可以怪隊友嘛 但是好像有點難講 因為玩Low的話 比較容易看出一個人的本性 喔 人性比較容易被看出 對對對 因為他是團體的 這樣 對 你可以看到他跟隊友互動的時候有沒有 啊格鬥遊戲是一個人嘛 喔 對啊 他帥也是他帥一個人 他爛也是爛他一個人 看不出來到底 對不對 可是一個人也是可以怪東怪西的啊 像現在當兵那個 還有你啊 我沒有我沒有我沒有 我有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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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是可以說的像這樣子 你就不知道這個人到底是 有沒有一個擔當 有沒有 英雄聯盟你只要 稍微出點trouble 對對對 然後就很容易看出 欸這個人到底 是不是真的 對 然後講到這個 我其實有一個比較 更直接的理由 嗯 那就是 因為格鬥遊戲 玩家年齡層 比較偏高 對啊 然後英雄聯盟這邊 因為速度跟反應的需求比較高 然後再加上 剛好這一陣子那個潮起來 所以目前台灣的loader職業選手的平均年齡層大概都在20出頭而已 那其實格鬥遊戲平均喔 大概是30 所以大概就差20 差不多差不多 那當然 你社會經歷比較多的男生 自然就會給女生比較有一種成熟感 有啦 RB之前跟我講說 他是27嘛 對對對 然後你說還算年輕 算年輕 我在格鬥裡面算是年輕 因為我們另外一位小巷已經36了 喔 還在打 他還可以拿亞軍 就表示說其實這個 這個 這個 格鬥遊戲的年齡層比較廣 我覺得這個比較吃預判 就是你要判斷對面會出什麼 找他 對對對 而且他很吃經驗這個東西 喔 就是說你越老 雖然說可能有時候反應可能沒有辦法 像年輕選手那麼快 可是 你可以靠經驗去裏補這一塊 那英雄聯盟這邊可能就比較沒有辦法 而且英雄聯盟那個META有轉換的那麼快 他不像格鬥遊戲雖然說可能有 可是也是會有 格鬥遊戲也是會有那種 就是那種 一下子就把你砍死了 然後你就 也是有啦 其實RB也是有經歷過 因為RB一開始 現在他用的這些角色只有 凱算是用比較久 對不對 其他Hugo跟Rolanto這兩隻都是 Ultra這個版本去年出來的時候 就等一張LL的新角出來這樣 對對對 新角出來一定OP 要不然沒人要買對不對 真的爽啊 是不是 同樣不管在哪一個 種遊戲都是一樣的道理 我覺得我們每次在那邊哈拉 還不如直接玩嘛 對啊 可是今天 邊玩邊哈拉 因為我們今天現在 主機還在下載那個 最新的五代 你可以先為明年做準備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我剛剛 玩那個 那個叫什麼 我現在忘了 猴子 獅子 那個 布蘭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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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才把哈魯電掉 哈哈 真的喔 真的嗎 真的嗎 等一下我要回去回家的時候 我要看回放 沒有 沒問題 我現在真的是已經完全上手了 五代就是等我了 真的喔 我覺得這個遊戲真的很吃 真的很吃那種 就是別人會出什麼招 然後你要 應該說 怪啦這個格鬥遊戲 他算在格鬥遊戲裡面 比較偏 我們俗稱叫力回 那這邊讓阿B來講 你覺得 快打是不是真的 比較重力回的 其實我覺得 簡單來說 格鬥遊戲 舉起快打是好 最整個有兩個東西 就是心理 就是心理 心理跟操作而已 就是心理戰 跟你的操作技巧好不好 就這兩種 英雄聯盟也是啊 就心理戰嘛 可是我現在還是很含那種 氣功流派的 英雄聯盟要讓你 角度真的受不了 英雄聯盟你會受不了嗎 英雄聯盟通常 英雄聯盟有技能 叫閃現啊 他可以馬上靠近你啊 剛剛的格鬥遊戲裡面有閃現 有沒有看到 直接踢在旁邊 有啦有那個 這我也在講一下 就是你們上禮拜不是說 禮拜六的晚上十點嗎 有那個單人賽 那個小巷 我看了整集沒有 他沒有出現啊 他是怎樣直接被虐的 他是直接在那個會外賽 那邊打爆是不是 禮拜六啊 沒有啊 他好像有打一場 還是兩場 兩場 禮拜六耶 因為他們那個隊伍太強了 不是我不是說團體 我是說個人 個人嗎 個人有啦 有啊 因為打太快你可能 剛好pass過 你是看禮拜幾 禮拜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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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 因為這個賽事 他直播台只有一台 他有可能是在底下打比賽 因為不可能說每個人都可以上鏡頭 因為他只有固定一台 然後他會 可是我看後面幾名都有殺 尤其是有一個那個 有一個 還是美國人嗎 他那個 會噴火那一隻 哇 他用的真的是 好爽 這好強喔 你說那個長手長腳 對那隻 手長腳長 然後他那個大招真的很強欸 他那大招可以噴一個火 然後 那個火走的超級慢 對對對 然後 前面有火 然後他就 卡通 然後他背後面 他背後面 他把那個人火把你夾在中間 好厲害 好厲害 那隻角色好猛 崇承林真的厲害 剛好我們接下來要進的第一個影片 就是在介紹這個角色 看一下 真的厲害 然後我們現在進 這個是我們五代的時候 五代公佈的 大家有玩二代就知道 那些角色就是二代就有了 對 這個是非常原主的角色 算傳統角 那他在五代在公佈 第十五位登場角色的時候 公佈的就是 你剛剛提到的 這個正名叫塔爾西 他叫塔爾西 那我來看一下第一個影片 我根本就已經最最常保命了 少許一張 大一種 大金幾代 大金而已 大金四公公民 大金四公公民 大金四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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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庭ami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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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